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马尔加尼斯一样 我也是金居领主 但我不是你的敌人 其实我是来恭喜你的 恭喜我 当你杀死自己的父亲 并且把这块大地交给天谴军团以后 你就通过了第一道考验 无妖王还欣赏你的热忱 没错 我要以我父亲之名 诅咒所有我深爱的人事物 没有一点懊悔和愧疚 更没有一丝怜悯 你身上的符文剑是乌妖王打造的 他有夺取灵魂的能力 而你就是第一个被他夺走灵魂的人 没有灵魂又如何 无妖王有什么吩咐 你必须再次集结诅咒神教 很多士僧都隐身在人群中 集结起来以后 我会再给你进一步的指示 总之哀伤非常饥渴 这才像话 啊 终于 您好大人 我们的主人 科尔苏加德 吩咐了您会来 科尔苏加德 他怎么会知道 小心 如果镇上的居民 发现你的部下 他们会叫当地的守卫来阻止你 为奈祖奥而生 你怎么能杀死自己的父亲 大人饶命 终于啊 为奈祖奥而生 救命啊 不死怪没有出现了 杀光他们 终于啊 为奈祖奥而生 这才像话 做得好 死亡骑士 教徒快到齐了 罗德龙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召集这些教徒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他们能协助你 完成下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你必须前往安多哈尔 找回死灵法师 科尔苏加德的遗骸 他曾经是这些士僧的 主人 这个简陋的装置 可以让你运送我们主人的遗骸 难道不能再找到遗骸后 直接把它唤醒吗 大人请见谅 科尔苏加德 拥有的强大威力 只能在地脉能量 汇流之处重生 这里并没有这样的地点 好吧 那我们继续前进 阿萨斯 在一切都太迟之前 停止你的疯狂行为 兄弟 让开 我只是来捡一些陈年老骨头的 对好别来烦我 啊 终于 来吧 死灵法师 你侍奉过的主人 现在需要你回来再次效忠 早就跟你说过 我的死不算什么 什么声音 有鬼在跟我说话吗 是我 科尔苏加德 我果然没看错你 阿萨斯王子 我等你很久了 你还都严重腐坏了 这种状况 绝对撑不到奎尔萨拉斯 奎尔萨拉斯 对 只有高等精灵的 太阳之锦能量 才能让科尔苏加德复生 那我要怎么做 你要去圣骑市的要塞 偷一个非常特别的骨灰坛 把死灵法师的遗孩放在里面 才能保存他安全度过这趟旅程 遵命 你的父亲已经统治这片土地七十年了 但你只用了几天 就让他的一切化为乌有 很细句话吧 无事 把骨灰坛给我 我保证让你死得痛快 阿萨斯坛里是你父亲的骨灰 难道你打算在毁掉他的王国以后 还要亵渎他的遗骸吗 我不知道 也不在乎里面是什么 我只是来拿我要的东西 阿萨斯真希望地狱有帮你留个位子 要我下地狱吗 吴四 我可能会长生不死哦 谁也不能命令我 干得好 现在你可以前往奎尔萨拉斯了 什么都别跟他说 现在只有你听得到我说话 不要相信京剧灵处 他们是囚禁巫妖王的人 当我回到这个世界以后 我会告诉你来龙去门 迪克迪奥斯一切都顺利了 阿克蒙德领处需要知道天犬军团的近况 无妖王的年轻死亡骑士表现得很好 好到有点过头了 让我忍不住怀疑 那族奥的这个新的猛将打着什么 如意算盘 长期看来这个人类不足为惧 那族奥现在也还不敢破坏我们的成果 我们唯一的顾虑是 天犬军团能不能达成创造他们的目标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局面 阿克蒙德一定会砍了我们的脑袋 兄弟相信我 不管是巫妖王还是他的不死族跟班 都没办法阻止燃烧军团的回归 看来他们也没办法 阿克蒙德领主可不喜欢失败的感觉 华丽又历史悠久的奎尔萨拉斯 我长大之后就再也没来过这里了 小心 精灵可能等着埋伏我们 这些脆弱的精灵不重要 死灵法师 每杀死一个敌人 我们的武力就会壮大一分 别自信过头了 死亡骑士 精灵可不是能小看着对手 我们走着瞧吧 把犯人带上来 精灵 要怎样才能进入你们的领土 你永远进不了奎尔萨拉斯 堕落的王子 森林保护着我们的边境 带有魔法的精灵之门 保护着我们的首都 精灵 你那道了不起的大门 跟这些树木一样 都挡不住我的 派血池战车过来 我们自己开路 这个地方的能量很强 杀死精灵 铲平他们的建筑 这个地方很适合当作基地 这是我的荣幸 不死足进攻了 警告少兵 是那个人类王子叛徒 要活命的就快逃 行 烦了那 退回第二道门 撤退 精灵之门沦陷了 前进 我的阵势 迈向胜利吧 我 撤退回森林里 你这杀人魔 就算你攻下这道门 也没办法突破第二道门 音乐城内城的门 得用特殊的钥匙打开 而钥匙绝对不会落入你的手中 女人 不要浪费时间了 该来的就会来 你逃不掉的 你觉得我会逃 看来你根本没跟精灵交手过 该死的女人 我们得想办法过河 我服从您的意志 你好 四王骑士 我们听从乌妖王的命令 跟着这些被烈情的矮人 现在 我们以乌妖王之名 服侍你 终于啊 终于啊 大门打开了 只要解决西瓦纳斯 我们就能拿下内城啊 你们这些该死的怪物 到底要怎样才能击碎你们 我对这个女游侠开始不耐烦了 目前为止 你做得很好 但真正的考验还在你的面前 我才在想你什么时候会出现 渺小的人类 我是来确认你有把该做的事做好 可不是为了你来到这里 我靠我自己就能攻下太阳之井 精具灵主 你最好小心点 精灵要吸取井里的神秘能量 来获得永生的能力 所以他们不会请言放弃 你觉得提克迪奥斯会怀疑你在帮我吗 士林法师 我认为他开始怀疑了 他老是习惯做最坏的打算 你们必须做好准备 我重生的时刻已经尽了 又怎么了 装置哀伤非常饥渴 你忘了我们吗 该死的家伙 他很固执 四王骑士 他很像你 弟子 没人当你是养吧 阿萨斯大人 那个精灵女人打算召集援军 那就盯紧她的信差 一个都不准通过 研发完成 我们从北列镜带回来的石像鬼 现在派得上用场了 这些怪物可以沿着干道 找出他们的信差 你的勇气令人敬佩精灵 但是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该结束了 那我顺死一阵杀人魔 谁也不能命令我 动手吧 给我一个 痛快 你这个女人害我花了这么多力气 我才不会让你轻松地死去 可恶 你竟敢 啊 终于 上吧 双折哀伤 终于啊 银月城的居民 我给了许多机会让你们投降 但是你们全部顽固地拒绝了 今天 你们这整个种族 跟古老的遗产全都会消失 死亡 会夺走精灵的家园 现在复活吧 克尔苏加德 再一次服侍乌妖王吧 我重生了 就像承诺的一样 巫妖王给了我永恒的生命 我做到我答应的事了 巫妖 你要告诉我金具领主的事情的吗 当然 但不是在这里 他们到处都有眼线 我们得在安全的地方谈 我杀了你 你不生气吗 别杀了 巫妖王早就告诉过我 当时的结局会是什么 巫妖王知道我会杀掉你 当然 他早在天前军团崛起前 就选定你作为他的勇士 既然他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那些金具领主 有办法控制他 因为创造巫妖王的是 燃烧军团的赤炎领主 而金具领主是赤炎领主的部下 燃烧军团到底是什么 他是一支庞大的恶魔军团 他已经吞噬了无数世界 如今 燃烧军团想要让这个世界 陷入火海 我们主人之所以降临 就是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 而金具领主则是来确保主人 能够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 那罗德龙的瘟疫 北烈进的城塞 还有屠杀那些精灵 这些都只是某种大规模 恶魔入侵的准备工作 是的 等时候到了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历史 早就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了 暂时先这样吧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无瑶 你是不是该跟我说 第二阶段的计划了 当然 第一阶段的计划 是打造天谴军团 去除任何会妨碍 燃烧军团回归的势力 例如罗德龙的军队 还有高等精灵 没错 第二阶段 是召唤恶魔领主 引发入侵事件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在附近的黑石兽人营地 有一个还能使用的恶魔之门 我要用这道门和恶魔领主沟通 并且获得它的指示 燃烧军团派这些不死族来考验我们 胜利是属于黑石兽族的 野蛮的畜生 你的族人没能完成该做的工作 你们全部都要接受天谴军团的惩罚 他调出了一大本书 这本书有魔法力量吗 这是记载恶魔学士的宝典 他的同伴应该也都有一本 我之前见过这些崇拜恶魔的兽人 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年轻人 这件事情十分复杂 你可以说 他们失去燃烧军团的宠爱 恶魔之门在这个营地里 快点打倒这些兽人 我才能和恶魔领主沟通 我知道 你们的城镇受到攻击 很好 齐伦托的法师 我是阿萨斯 乌妖王的首席死亡骑士 立刻打开城门 臣服于强大的天谴军团 你好 阿萨斯王子 令尊最近可平安无恙 安东尼达斯大人 用不着挖苦 阿萨斯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 我和大家设下了光环 不死族只要一经过 就会灰飞烟灭 安东尼达斯 你那些小把戚阻止不了我的 带你的部队离开这里 别逼我们使出全力反击 快点决定吧 死亡骑士 我感应到 有三名法师在维持这些光环 宰掉他们 这些光环就会消失 大法师死了 第一道光环消失了 没问题 重要的抉择 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不然我就把你变成绵羊 拿起无尽 很好 听起来很合理 重要的抉择 很好 做出决定 有什么问题吗 找我吗 小心形势 我有个计划 重要的抉择 等好命令 我的本领任你拆遣 有事找我吗 听起来很合理 没问题 没问题 重要的抉择 那些法师在宝库里面 存放了很多魔法物品 破坏宝库 我们就能反过来 用敌人的武器对付他们 重要的抉择 很好 重要的抉择 没问题 重要的抉择 听起来很合理 阿萨斯 我一见到你就难过 老头 我很乐意帮你解脱 我说过 你那些小把戏 阻止不了我的 武夭 这本法术书是你的了 在这些法师反攻前 我们赶快离开吧 好的 我会在日落后 开始召唤阿克蒙德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巫妖 能量之环照你的指示准备好了 你准备得怎样 要开始召唤了吗 差不多了 我在看麦迪文之书 光是他对恶魔的了解程度就相当惊人了 我想他深不可测的实力世上无人等齐 可以肯定的是 即使他再强也逃不过死劫 总之 从他开始的任务 今天就由我们来完成 开始进行召唤 为耐祖傲而生 阿克蒙德林主 出来吧 降临在这个世界上 让我们沉浸在你的力量之中 人类战斗吧 绝望吧 世界末日已然降临 小巫妖 你做得很好 重视地完成我的计划 阿克蒙德林主 所有准备皆已完成 很好 提克迪奥斯 如此 无妖王已经没用处了 天前军团就交由你们 精具领主指挥吧 遵命 阿克蒙德林主 再过没多久 我就会下令进攻 不过 我首先要把这些砸碎法师的城市 化为历史的灰烬 用他们杀起锦猴 开什么玩笑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年轻的死亡骑士别着急 无妖王早就预知这一切 你在他伟大的计划中 依然具有重要地位 你敢知道我可以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Budhal》 《Budhal》 《DU与建设》 《Bud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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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